现在请看下面第六段 第六大段 藏教所示 藏教下面有说明 对于这一部信 在三藏是说于哪一藏所受的 在四教五教 它是说于哪一个教 明了这些道理 对于理解全经有帮助 我们看念老的诸解 凡体旧经典 现在人家研究 佛门用参究 参究跟研究有区别 研究 用第六意识 用心意识 换句话说 我们学教全是研究 如果要参究的话 可能会开悟 研究不能开悟 参究 它所得的是智慧 研究所得的是知识 这个地方不同 那什么用 什么叫做参究呢 不用心意识 叫参究 怎么个不用 第六意识 是分别 不分别 第七识 是知识 不知识 第八识 是落印象 不落印象 你看看 这不是容易死去拿 不分别 不知识 不落印象 这叫参究 读经 不用心意识 听讲 不用心意识 这就是禅宗里的说 会了 你会不会听 会听 你会不会读 会读 会得定 会看我 随会听经的人 他不看见我 眼睛闭着 他说定 听得清清楚楚 决定没有分别 他在定中 句句 这个发音 在触动他 不定在什么时候 一下机缘 你会不看见我 就会不看见我 就会让我 研究不行 研究一面听 一面看 一面分别 一面执着 这个不行 这个得到的 是知识 是佛教常识 不能帮助你得定 不能帮助你开悟 这个道理要懂 然后你就晓得 古人修学 跟我们现在人 心态完全不同 方法看起来 好像是一样 实际上不一样 他们能够立以心意识 我们现在决定 立不了心意识 这就是 为什么现在人 学东西 比不上古人 古人大多数 还是用心意识 我们还比不上他 他用的心意识 淡薄 我们用心意识 就太浓了 所以甚至 许许多多地方 把佛的意思解错了 那是我们自己的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不用心意识 就看到佛的意思 为什么 佛讲经 不用心意识 不用心意识 是从自心里头流出来的 高明 知识和业 真是智慧 用心意识 是从知识里头 阿赖耶 是心里头 流出来的 绝对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讲 知识 智慧 我们今天 接受佛法 是用心意识 接受如来 自信 薄弱流出来的东西 到我这边来 也变成智慧 如果不用心意识 给诸位说 世间 一切人 一切人 给我说话 到我这 都变成智慧 我是用自信 真心 来接触 它 来了 全变成真理 明白这个道理 就知道 明信 见信 人 高明 我们比不上 阔修夹 这修夹 也比不上 我们对古圣仙 这种奥妙的地方 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他的妙 反而就批评 他们愚昧 没有我们聪明 我们能发明 这些电灯 发明器材 发明科学技术 古人不信 错了 古人不需要这东西 为什么 他自身放光 哪要这东西 身放光啊 到园的地方去 不要交通工具 才齐心动念 已经到了 决定没有交通事故 决定安全 那才叫高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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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电灯